小書店有一個可以存在的價值 因為大書店是很現實 賣的書是商業化 很大路的 小書店大致上 跟不出名的作者是最大的關係 最近我們幫小作作者 他出了這本書 這本叫廟小 假如他用他現在的情況 給大書店一定不會幫他出書 也不會幫他怎樣推銷 因為這些未必是有商用價值的 以前的書 就算一本不多出名的書 他都會賣得 到現在 就真的要把一些很出名的作家出的書 才能賣得 讀書的風氣又越來越差 圖書其實都永遠有它存在的價值 不過可能未來 路向市場的定位都要轉變一下 否則就算它有存在的價值 都未必能生存到 為何還要堅持做二手書店 真的覺得那些書有價值 我不想那些書 放在那裡沒有人在 真的想那些書可以繼續流轉 開店初期是我自己的書 我自己也拿了三四千本書過來 開始賣自己的書 所以叫我的書房 很多人家裡的書房都是這樣 亂都是其中一個特色 或者我自己家裡的書房都是這樣 香港人都比較現實 或者大家都為了生活 大家都很疼愛著荷包 覺得書未必是必需品 作為一個小書店 作為一個小書店 我們只希望在深水埗這個小社區裡 塗石仔 提供到一個閱讀的空間 進入到它們的生活裡 我們去推出 即是去和這個社區去介紹小色書店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一個叫做小色散步地圖 它裡面是什麼東西來呢 其實就是幾條路線去介紹 深水埗區原來除了我們之外 都有不同的很有文化特色的東西 去豐富整個社區 我希望大家每天看書看到 好像以前一樣 我習慣的時候不去書店 那天不安樂 我下班不去二樓書店 即使打書釘也好 我們從來都很歡迎打書釘 起了一個習慣就是不行 每個人都談論書 我不去書店 好像日子很難過 很沒面子 如果這樣就不錯了